曾经在游游暗暗反反复复中吹烟 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中 一场可到了 你也算到小里面 看得暖转了 哎呀不老啊你看到 对啊 哎呀不老啊不老啊 谢谢妈妈你撑过来 把你们撑走 祭祠 我们来到 大家好 我是在城市讨生活的农村人 看一下 山海的路上还是这个样子 而且还下雨了 其实现在路面上 跑外卖跑腿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而且现在这个单价掉的也非常厉害 你要打开这个跑腿的地图之后 你附近几公里居然有100多个外卖小哥 也可以想象中这个竞争多么的激烈 但是即便是这个样子 还是有人想现在来上海 问来这里要不要隔离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现在来上海 哪有地方给你隔离啊 不隔离是不隔离 但是你自己要有能住的地方 就是现在外卖行业也非常竞争非常的激烈 有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说 即便说现在单子少了一点 外卖员多了一点 就这样的话 你在平台上下单跑腿 如果你不加钱的话 还是没有人接单 好玩吧 就是说你如果加价 不加到他们想要的那种程度的话 就是说他们宁愿闲着 他们也不会来接这个单子的 我们也有一个跑外卖的兄弟 一天现在基本上能跑100单左右 也是因为现在单子非常的密 但是一单的配送费也没有多少钱 也就是十几块钱 15块钱左右 现在这个单价比平时还高了很多 平时一单的单价也估计也就是 平均也就是七八块钱吧 就是现在也算是比较挣钱的时候了 现在一天能挣几千块钱的人 很少很少的 除非是那种开货车搞配送的 安点配送的 一个点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 一个月吗 还能搞个一天望 还能搞个四五千块钱 这些基本上都是个例的 没办法 物以需为贵啊 就算是这个路上跑的司机 跑腿的人也是如此吧 看一下 这个视频这么长时间 路上都没有看到几个人 你们大概能了解 这边的真实状况了吧 我就纳闷了 管控的这么严 这贼怎么出去的呢 看看视频 这都在家隔离呢 谁能这么肆无忌惮的在大街上畅通无佐 分析分析 叶轮胎是不得用工具啊 需要用车拉轮胎啊 这个案件好破 抓到人必须严惩 太可恨了 都在封闭呢 什么人偷的呢 大事大费面前 反向思维的人 总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财富 你说都在家待四来天了 你这不让本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了吗 这一看就是专业人士干的呀 19年到20年 我们小区专业对白色的腾腾偷到 砸侧后三脚窗 我摊上两次 第一次就是20年春节那天 多损你说这事 可不可恨先别说 又说这些偷轮子的 是怎么出来的 偷了这么多 又运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可不可能是一个人干的 人在做天在看 如果真有一个 祈祷就管用的老天 如果上天真的有眼 怎么会有这么多水深火热 怎么会有这么多 晴天白日的案件 我说这人呢 没啥别没德行 希望走错路的那个朋友啊 把轮胎给人拿回来 给人家装回去 赚钱的路千万条啊 何必赚这不易之财呀 这个是店铺出租啊 就是一个麻辣烫 店面转浪啊 在这个培养路上啊 店铺转浪啊 这也是一家卖服装的啊 再来这边看一看啊 看看有几家店在转浪啊 店都没有开啊 暂停营业 这有一家店转浪啊 卖服装的 生意好的时候才会有转浪费啊 生意不好的话 店能不能租出器都是一个问题的 旺铺出租啊 这里也有一个店铺出租啊 刚刚是骑电灯车在街上转了一下啊 现在的话还是不让开店啊 开店的话那个房租啊之类的都要交钱啊 每个月的贷款要还啊 反正压力也很大啊 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街上开店的都不容易啊 都在坚持啊 能坚持的就坚持 坚持不了的就找人了 关店的话也没有什么补偿 就是靠自己啊 靠自己看看能不能支撑啊 支撑不了的话 也只能转浪啊 或者关店的 只能这样子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啊 没有什么消息 今天都已经4月27号了 马上就要五一了 一切都泡汤了啊 现在也来不及了 即使说现在要开店营业了啊 那个街上的话也是受影响的 也没有多少人出来撞街 那这一段视频就到这里了啊 哈喽朋友们早啊 今天早上起的磕早了 睡不着了 到今天我才明白 成年人的压力莫过于经济压力 其他的方面都还可以去解决 但是经济压力大的时候 真的很崩溃啊 尤其是到今天 我们这边疫情非常严重 然后很多工厂都已经停工了 很多的企业也停工了 我家老公就是在家里已经 待业也很久了 目前是没有经济收入的 只有我自己有收入 但是呢也不是家里的顶梁住啊 这不接下来 这个月要面临的支出 还非常大 然后一个保险快到期了 然后需要交一万块钱 然后还有一个信用卡还款 然后两个加起来的话 就接近两万 不到两万块钱 然后我就感觉忽然压力特别大 就想这不赚钱 这不赚钱这个 从何而出啊 然后前段时间已经把我们之前存的一个 一个钱提出来了 已经在用了 然后难道一户老是这样吗 就是忽然感觉很有危机感 就很恐怖 就不知道啥时候能够摆脱这种状态 我们现在就想着 然后能够正常的正常的来上班 工作 有持续的收入 然后这些都不是事 因为现在毕竟还年轻 嗯 还不算太老 但是如果老师不上班 孩子也不上学 在家里的情况下 就感觉压力特别大 就心情就无意当中就一种枷锁似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 我们这边又反弹了 听说五一的时候可能 嗯 还不行 可是这样的话真的 好难说 我不知道 嗯 你没什么样 到如今我已经 人到中年了 我们经济上来说也并不宽裕 原因也是因为之前 嗯 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然后 嗯 反正是现在 一个月跟着一个月走 如果有上班正常的话 有输入的话 还好过一些 一旦是 有断 有断了 然后就难了 嗯 嗯 压力很大 嗯 真的是不热杂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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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